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回到《綜藝談》第三集 原本想和大家討論一下台灣的《綜藝三國志》 既然香港的《綜藝三國志》 大家都看到這樣的情況 不如看看台灣的情況 第一集說了《天才衝衝衝》 第二集說了《ERROR》的爆紅原因 當然在我的角度來說 其實都是按台灣的套路來《造星》 第三集說了什麼呢? 早兩天我都在家裡想 原本想要開始《綜藝三國志》的一些介紹 又或者是分析一下成功的地方 同一時間我腦裡很想做這個題目 在《兩者掙扎》中 我最後選擇了第三集 這個題目 大家可以看到 《無線最新的綜藝的敗因研究所》 大家都知道 曾志偉黃祖南入主了TVB做高層之後 就表示 我們兩個在大陸吸收了很多很多經驗 知道大家喜歡什麼綜藝 回到來 就要把余詠山那些失敗的綜藝全部兜走 那些肥媽煮食 又或者 什麼真人騷 什麼茶小鷹那些 那些 全部這些 是電視的黑歷史 來的 我們就全部把它 扔走 好 我們要回復TVB中藝最輝煌的年代 所以一口氣 就推出了九個中藝節目出來 九個中藝節目 有新有舊 有些重新包裝 有些重新 叫做 組合出來的中藝節目 希望令到大家耳目一身 但是 誰知道 出到來 正所謂 即是拋一下書包 雷聲大 就雨點少 雨點 就真的少到 好像剛剛出生的BB 那顆雨點 就是點 最慘的是 為什麼要用這個雨呢 大家都知道 有無線真智慧 都是賣弄色情 有很多東西都 但是這次他又不是 這次他很正經 所以 這個我都覺得 是他第一個敗因 就是 大哥 你現在沒有女兒看 你無線 以前你看你那些掌門人 都有一些女兒 穿三點色出來 醃醃醃醃 但你現在這一集 女兒都沒有了 然後你對比隔離和ViuTV 每個青春活力 大哥 真的差很遠 你現在這樣做 是不是 說低俗 我現在用回屈詠妍那一套 你說要鬥低俗 有誰不及你和荷蘭聰 做先頭部隊 是不是 你現在迫低俗 都被人爬到頭 那怎麼辦 所以你這件事 第一個最主要的敗因 就是 根本上 你連你最傻家那件事 你都不做 那你又怎樣有把握 打贏這場勝仗呢 唉 所以這個我真的覺得 你自己要檢討一下 這樣 好了 事不宜遲 這個就是聚 跟大家說一說 他那九個綜藝節目 究竟在我的角度裡面 究竟死在什麼地方呢 好 第一個 尋印記 這個呢 在我的角度來說 是最正常的一個 為什麼呢 因為類似 新聞組做的節目 基本上我不會 立入為綜藝組 這些呢 基本上都可以說是 方東星 對啦 方東星 不是東方星 東方星的洗澡那個 那這個呢 就是東方星的 個人魅力 和個人團隊的節目 我自己覺得 那麼 安全過關的 這個節目 都叫做引起到 少少迴響 但是內容和模式呢 就完全跟之前那些什麼 什麼走向世界 不知道什麼 那些呢 就沒有什麼分別 那都是靠著東方星 方東星 sorry 東方星 那靠著 方東星自己的個人魅力 以及所謂的那些 生Bite 又或者是他那些 就是背後配音 營造到節目 氣氛出來 就懶有懶有意義 那樣 的而且確 這個節目 我自己會覺得 就叫做 九個節目裡面 比較合格的那個 就是 起碼 叫做 健康 有少少意義 有少少心度 那觀眾又受樂 又輕鬆 又沒有什麼負能量 是吧 又帶出了一些正能量 做人的意義 那樣 那以一個新聞組製作的 綜藝節目來講呢 那就完全PASS 這一點 那也都叫做 無線 現在 在這麼多種綜藝節目裡面 叫做 獲得好評的一種 那樣 所以這個尋人記 我自己都覺得 嗯 如果你說要給分 我覺得起碼都要75分 過關的 這個時段 但是做出來的 所謂的歡樂感 綜藝感 就不多 反而就像一個 新聞節目 那 新聞節目來講 那 如果新聞節目 又加上少少少娛樂性 那 的而且確 他在這條路上走得非常之好 我只可以這樣說 所以尋人記 我只會覺得 低空過關的一個節目 OK 好了 下一個 日日媽媽聲 嘩 這個真是看到你媽媽聲 那 就找了余安安 陳凱琳 和羅敏莊 做主持 那 定位 或者死因在哪裏呢 這個 就要回到台灣綜藝 跟大家講一講 台灣綜藝 自從2000年打後 大概2008年 康熙萊鳥出現了之後 就出現了大規模的 預算縮減 結果引申了一種節目 就叫做 訪談式節目 那 混合少少少輕中藝 那 代表又包括了些什麼 就是剛才我說的 康熙萊鳥 然後那些什麼 王牌大戰碟 在廠裏面 然後就請一群通告藝人上去 每一集就著某些主題 就在那裡吹水 吹吹下的時候 玩一兩個小遊戲 扔一扔Cream 然後就下班 那這個日日媽媽聲 就像什麼呢 就像台灣的今晚誰當家 今晚誰當家的主持 都是很有份量的 就是一個律師叫謝鎮武 非常之敦厚 也有少少輕鬆感 也形象非常之好 就是為台灣好男人代表其中一個 那麼另一個呢 就是作家吳淡如 吳淡如 本身在一個兩性的話題 或者那種八婆的程度 就像一個斯文版的茶小欣 所以做了出來之後呢 那個節目呢 就回響非常之大 也都培養了一群叫大嫂團的東西 那大嫂團是什麼呢 就是那一群藝人的老婆 就出來想通告 那樣 然後就都幾突破的 都穿了一些三點色 拍了一些全裸照 做公益 那樣的 那當然啦 在一個節目題材上面 也都會講一下 臭仔啊 跟老公相處之道啊 他們的性生活啊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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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講到非常之露骨 和非常之辛辣的 所以呢 在台灣來講呢 這個這樣的 斯拉式節目 又或者是 那種叫做 聽八卦的節目呢 就非常之受歡迎 但是留意 人家的座台 是放在哪裏呢 是放在年度much台 這個是要付錢的 cable台來的 那你換回來香港了 好了 首先人家就一至五就不斷做 那天天都看到熟悉的臉口 天天都在講 他和他老公 怎樣哄大家 怎樣搞事啊 怎樣怎樣 那基本上呢 就已經是無底線 而且人家是懂得作故事的 即是有些明知道是假的了 我和老公那天去時鐘酒店 不知道什麼 癡癡癡癡的 就經常找到一些爆點出來 好了 回到香港這個日日媽媽聲了 始終無線呢 放正了的時段 都不懂得做內容 這個節目 他好像放在十點半 好像放在十點 都算是比較晚的這個時段 講的東西是否可以新辣一些 或者吸引眼球呢 沒有的 求求期 講完 有早洩 那醫師 早洩是怎樣的 怎樣怎樣 然後 鄧少珠你幾個老婆 怎樣怎樣怎樣 喂 新辣度 在一個這樣形式的 綜藝節目上 你已經比人差 其次 香港的觀眾 是不知為何 是覺得自己的文化水準高一點 他是覺得 很低俗 你說 夫妻性生活 怎樣怎樣怎樣 他們反而是會有個反效果 再加上你又玩那些什麼 淋水啊 那些東西 基本上 整件事就 又變了歡樂 那麼笑 那你整件事 你看到就是 很不三不四 然後有些主持 說真的 魚安安的地位是夠 但是 那個的辛辣感 又不夠人家 對 不夠吳淡如那些 那些 那整個節目 我自己覺得 就是很抄招 但是你又沒有了 持續性 又沒有了 爆點出到你 那基本上 你試訪談節目 是好事 有特定 主題的訪談節目 的而且是你的一個進步 但是 回到頭 你就是沒有了 通告藝人 沒有了 那些寫歌 那些節目又不夠精彩 那些節目又沉悶 又沒有一些特別的 聲鼻彈出來 那樣 所以你這個 就是你又要冷靜面 你又不要玩耍鹽花 那樣 那你這個節目 說真的 真是一個字 那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 叫做 在抄襲上面 創意 開始進步的節目 來說 是不成功的 都是那個 抄了形式 但是你抄不到 別人的精髓 那就是一個字 廢了 OK 那所以這個是 不合格的綜藝 來的 好 下一個 大整股 哇 一看主持陣容 好像很有期望 農夫 再加艾粒 但是大家如果 早十年有看電視 其實就是娛樂 I love you 加上 農夫小兒戲 找到一起玩 第一集 非常有氣勢 請了一廠 來玩飛車 嚇到 阿博死 大規模製作 好像有些心思 好像好得 人家ERROR也挖過洞 你玩飛車 又不錯 又包裝得不錯 又包裝得不錯 第一集 好像打得響過頭炮 好像被人找回2000年代 那種綜藝的開心感 好 然後回到第二集 我的天啊 玩那些紙皮箱 扮垃圾人 那些 低成本的 平平淡淡 扮紙皮箱 出來 嚇一嚇你 就下班了 感覺像什麼呢 像九十年代 你無線在日本買回來的 TV Champion 然後找梁榮忠 去做配音 我愛斗一番 基本上就是 找這四個人去錄Vo 然後去旁白 然後半個小時 完 就是這樣 那你大什麼整股 這個叫小整股算數 好嗎 這些整股節目 不是說不好做 其實很好做 因為 你日本其實 你每一年都有一個叫做人大想的節目 那人家是可以三個小時 有起碼十個Items 做不同的整股 一起玩 人家是做到整件事很grand的 但你這個就覺得很逗泥 好像小學生 玩泥膠 那樣 大哥啊 拍節目不是這樣的了 現在 人家ERROR OK 沒有辦法 一定要找來比 因為人家實在太超越了 人家那個玩整哥 你看到第二集那個 人家那些 忌廉炮 那些洞 其實Youtube有很多 但為什麼人家抄到來 會做得這麼帥 呢 人家就是投入去做 人家有預算 人家在沒有預算的情況之下 盡量預算出來 認真做那件事 就能做到一個好效果出到來 人家那個還要加上直入式廣告 是非常成功的 對比起你這個大整股 你宣傳過那些什麼 沒有 大家整股完之後 哈哈哈哈 然後每人給夠錢 哎 收工 喂 大哥啊 我真的看Youtube好過 小薯茄啊 那些 喂 就連打兒童線的笑波子 玩整股都好看過你啦 人家不是每天玩 芥末壽司玩東西 喂 很基本 90年代的東西 但是為什麼人家還可以拍到 新鮮感出來 但你還是這麼鬥禮呢 這個我自己覺得就是 我恭喜 艾粒 也恭喜農夫一夜 就是 你們賺這個show的錢 實在太容易賺 又不用怎麼付出 輕鬆拍輕鬆賺 隨便交完課收工 是不是 我真的替阿羅啊 占舒服啊 農夫啊 繼續在沉淪著 我從我的角度來說 入了無線之後 以前那些什麼rapper 那種態度沒有了 現在基本上 只是一個搞笑的鞋聲和主持 這個自我降格的 那你自己就真的 唉 打死無怨這些 好了 下一個 好了 好聲好氣 嘩 這個 那天我舅父開了出來 我聽了三個字 我頂你個肺 我第一個聽到的聲音是誰呢 汪明荃 喂大哥啊 看綜藝到今時今日 我不是說汪明荃 什麼啊 這個不關汪明荃事的 你時間擺其中一個老坑 都一樣會是這樣的 因為很簡單的一件事 大家就是不想看 一些老法的東西 汪明荃說真的 是個形象老法 我不是說他的思想 不是說什麼 譬如他最近做的訪問 他都有看ERROR和MIRROR的 我都很敬佩他 甚至都姐那些 我都覺得 喂 很跟得上潮流 很OK 但是他這樣放在節目 就被人告訴你 這個節目原來又是老屁股節目 即是他的形象出現了錯誤 即是如果你那個所謂的評判團 全部是專業的配音員 反而功訊力會更強 你無緣無故放過汪明荃在那裡 那不就像他之前的娛樂大家一樣 明明打算捧一堆新孩子出來做綜藝 結果 唉不要啦 穩陣一點 我們有汪明荃在那裡 有個基本收視率 就放在那裡 喂 大哥 你現在要改革 你還放過汪明荃在那裡 托嗎 即是在這裏 我要重申一次 我是很 即是我去到現在 我是尊重汪明荃這個人 對演藝事業的投入 OK 即是不要說他唱功 不要說什麼 但是他在這一行的地位 你是要值得尊重 但是你這樣放他下去 我覺得你是借了他過招 大哥啊 真是 老爺爺啊 你還放他出來 還要以他為核心 那這個綜藝節目 那個所謂的年齡階層是什麼 你又說想找回中年人士的集體回憶 喂 汪明荃是老年人士的集體回憶 你放在那裡幹什麼 風馬牛都不相及 好啦 其次 好啦 以為這條條條好一點 對吧 講講配音源 怎樣怎樣 介紹一下 因為都是那句 無線現在吃得剩的老闆 就是配音源 甘草 有觀眾緣 大家繼續留在這裏看 好啦 以為突出那一堆的配音源 原來不是 又是找一堆的藝人 然後 配兩個音 然後 評估哪個進級 怎樣怎樣怎樣 喂 大哥啊 你究竟是突顯那堆的配音源 還是要突顯那堆的藝人 那節目中置是什麼呢 究竟是要找新一代的配音王配音後 還是要我們反思究竟這一堆的價值在哪裏呢 還是你真的想開拓一些新類型的綜藝呢 三樣東西都不是 這個節目又是選獸形式 喂大哥啊 你有沒有看國策啊 開始禁選獸節目了 你還不停推出這一類型的綜藝 你是不是想死啊 整個比賽模式沒有爆點 沒有緊張感 身為一個選獸節目 你沒有緊張感 你就PK了 那就是柴娃娃玩一頓 那就是又是給別人的感覺 你製作這個節目又是不認真咯 唉 所以無線真是那種老化 你真是吐血到爆 好了 好聲好氣之後到這個了 星夢全奇 好了來了 批判式歌唱比賽中藝 喂如果我要看這些的 我看大陸那些 看一大餐你自己都買過回來播 什麼中國好聲音啊 什麼我是歌手啊 一大餐 喂人家那個投入 是不是呢 捧聲 喂這個大陸人家真的 買了 抄了版權回來 抄得很好啊 我自己覺得 起碼 起碼那十年 損壽節目的高潮都依然補到 好了到你無線 看到 唉 我黃祖南我曾志偉在大陸 我看了很多很多了 唉 這條橋可以 讓我拿回來先 反正對加下 又開了一個 全民造星 唉 我來過星夢傳奇 余詠山剩下的那些 我直接模仿他 變成一個格鬥場 我找了專家來 每個人在那裡勾插 淘汰制度非常之嚴格 一定要他們哭到糟糕 唉 喂大哥 香港人看這些 要不要看你無線啊 好啦 你插 對呀插得好入獄啊 人家就覺得你只有個屌子 那你有什麼建樹啊 好啦 跟著你那群評判 周柏豪啊 JR 喂大哥 這些在樂壇裡面 我都夠膽說 在近這十年才出來 正所謂陣腳都未站穩 他都未去到當年 張敬軒剛剛浮到出來 第二第三年的地位 你推出來 這些叫升級評判 喂大哥 公信力何在呢 大哥 好啦 對比回人家全民 全民造星那邊了 喂 人家真是側田這些 實力 唱家班 是不是 好啦 跟著 之前的Eric Cork 是不是 他是做一個評判很好的角色 卓韻之一 電台做了這麼多年 DJ 喂 全部有資格去品評樂評的人 跟著又可以做到 又可以做到 許廷亨的 在那邊 直接有些有貢獻 有意見的 給那些參賽者 讓他們進步 一起去走路 這就是正能量了 對比回星夢傳奇 快點在這裏 是不是 喂 緊張感和負能量是兩回事 沒錯 你屌下去 是真的會給到 壓力 但如果整個節目 不斷批評的話 那你也叫做屌哥星 不如這樣吧 我去天星碼頭 叫人家Busking 我就不斷在這裏 我不用看你嗎 好啦 然後 最大問題是 上述十七個 十四個參賽者 你有沒有一個人記得他的名字 沒有 只記得有個十四歲 但他十四歲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 他有什麼代表作 他有 他有 他有什麼翻唱人的歌 令到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沒有 但你對比回那邊《全民造星》 喂 肥仔一出來 然後安西教練 193出來 大懶堂 嘩 笑得很糟糕 喂 這些就是你搞一件 選秀節目 你搞了這麼多年 超級巨星啊 星夢傳奇第一季啊 喂 你做了這麼多季 你都不知道 做超級巨星 那時候羅敏莊出來 唱他自己那首 呃 什麼挑戰者 那時候馬上翻唱 喂 你不是沒做過的 但為什麼這一季 到目前為止 你呢 只懂得屌 那時候超級巨星 是有些很正面的評價 給那些參賽者 你連一個最基本選秀節目要的元素 你都沒有 只懂得放下去 吼吼吼吼吼 喂 即是學唱人之話 不要啦 我已經很 香港人的壓力已經很大了 你老美 我回到家 打算看個綜藝而已 我只看著你 吼吼吼吼吼 我每天就在那裡 被老闆吼吼吼吼吼 然後我回來就被人看吼吼吼吼 香港人喜歡是看人仆街 但香港人喜歡看人仆街 但香港人喜歡看人仆街 有個前提 就是那個人真的值得仆街 我們才喜歡看的 但這集參賽者 有什麼得罪過你 你不斷吊吊吊吊吊吊 那你就變成一種欺凌 那整個節目就不太好看 就是這麼簡單 你老美 好了 下一個 勁歌金曲 更加仆街陷家產 簡直是批判式歌唱比賽中藝 每個人上去唱完首新歌 不是給鼓勵的掌聲 不是什麼的 那些評判就開始批判了 你不合資格 這首歌不是這樣唱的 那個Pitch差一點 大哥 人家是首新歌 人家是想聽怎麼改進 而不是想聽你怎麼吵 而且你這樣不是壓抑音樂市場 對比別人的ViuTV OK 早已聽專業Live Band 然後滄海為主的歌手 所有新歌唱完 然後大家分享音樂 分享音樂 分享音樂 而不是去挑戰音樂 這個就差很遠 音樂是要分享 而不是要批判 不是要比較的 OK 你看到太多大陸選手節目了 無線 你明白嗎 現在香港人 是需要那種互相取暖 互相圍勞 互相支持 OK 所以Chill Club 就給予一個輕鬆的感覺 而你更厲害 這首歌就變成了音樂格鬥場 音樂格鬥場 那有什麼好看呢 你一邊踩我一邊踩你 那樂壇是不會進步的 只會令到更多人灰心 更多人覺得 這個樂壇是廢了的了 沒有一個人接到鬼了 沒有一個人唱得好 還有你選一個主持 Eric Cork 他是一個很資深的音樂人 也是近些 二十年一個很好的編曲人 但是他絕對不是一個很好的主持 他在做評判的時候 可以給你一些很漂亮的聲音 但是主持和評判是兩樣不同的東西 主持是要串連 和引導節目的氣氛 但是評判是要給三筆出來 那現在你找了一個給三筆的出來 連著整個節目 那就整個節目變成了批判式 所以比金曲厲害 我自己覺得是會 比起之前那段那些 所謂吳葉昆做主持那些 是更加磨爛了這件事 你說什麼叫振興樂壇 樂壇大同 你樂壇批判的嗎 不要那麼垃圾 一起找回樂壇的那種 share的感覺 互相競爭 而不是互相批鬥 兩回事 不是有一件事做到極致 就叫做做得好的 OK 好嘻嘻 下一個 朱鵬好友第二季 這些就穩陣了 崔劍邦 訪談節目 但是 其實都看到厭了 之前黎子山那些 最佳男主角 最佳女主角 又很好看的 如果你說要深度訪問 又有智雲飯局 如果你說要搞笑一點 之前那幾年都出過吳君如的 星星同學會 郭文輝的吹水同鄉會 每一個節目都有他的特色 但是崔劍邦就好像 有點雞辣 兩頭不到岸 你是一個挺好的新進主持 OK 即是不要計算你的私生活 起碼都叫做自政康園 掌握一些流程都叫做不錯 但是不代表你在娛樂圈的知力 又或者你的轉數 有能力做到這種專訪的節目 但是都叫做順眼 和無線 現在沒有人來說 都叫做選材都叫做不錯 那麼 我自己都覺得 這些是跟第一個那個 所謂的 尋人記 就同樣都叫低空滑過的節目 我也覺得 可以合格的叫做 但是依然都是 很多爆點 也都不見任何的創新和生意存在 好了 這個 出都未出到來 哇 六月報 叫做演鬥廳 好了 大家看看 嘩 老人肚子 真是 reqfinex的製作都好 差不多 然後 大家聽聽的名字 演鬥廳 哇 這個節目的名字 是不是回到80年代 還是這個節目是五惠國和關谷英做的那個 超級美聲演鬥廳 請坐下 那些是吧 大哥 不要再翻煙再翻煙了 好了 主持是誰 王子軒 喂 hey guys 他有什麼吸引到我去看 我想問 好了 究竟這個節目是做什麼的 不知道 一堆人上去jam歌 哦 那就是chill cup 是吧 王子軒做chill cup 好厲害 好厲害 就是 具分量到 真的 還是其實抄這個 ViuTV仔仔女730呢 就是 把自己的人上去 做一下 但你又不是 你又覺得是大中藝 就是 半個小時的大狀節目定位 好了 那其實 我又回憶回 我小時候 如果你要找一堆新的歌手 上去jam歌 輕輕鬆鬆 聊聊天 那這個就是新地新地帶 還是好像80年代 70年代 激光旋律 就是類似這些 那我想問 那個創新在哪裡 還是 翻炎的 還是 新地新地帶 2021 不如叫 這樣會不會開心一點 喂 新地新地帶的名字 都超過演鬥廳 對吧 那種大倒退 真的是 吐咎血 大哥 好了 下一個 最後這個 真的厲害 開心大眾藝 嘩 一聽過名字 就很想看 你看 好了 看主持了 好吵的馮瑩瑩 在亞視過來的串嘴江美 前幾年看到厭的阮紹祥 冷靜經扮好笑的六號 食老本的心美 呃 做嘉賓一流 做主持九流的九姑娘 叫做好笑的農夫 近這十年看到厭的阿博 呃 做美女廚房做得不錯 但是一出來單拖做主持 就 立刻硬了太太的方力生 還有 好吵的麥美恩 嘩 整個節目真的很開心 大哥 一看主持 我已經覺得很棒了 好了 繼而看下去 喂 這個節目很多東西看 又有遊戲 又有趣劇 又有清談 又有歌唱 又有表演 又有模仿 又有宣傳 嘩 一流 然後 八十年代式的製作 嘩 你還不是很有同感 整件事 的確是很二千年版的 歡樂今宵 沒想到的 好了 這條曲在哪裡抄回來呢 大家都以為它抄歡樂今宵 其實我又覺得不是 其實我覺得它消化過的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國內很流行 一些這樣的大狀節目就是什麼呢 整個節目兩個小時 兩個節目又有歌舞又有東西 又有些模仿 又有些遊戲節目 這樣 但人家是全部大製作來的 OK 真的 因為這些道具 起碼每一個部份都十幾萬 玩一次之後 不要這樣 台灣也是這樣的 大狀節目 一個節目可以分幾部份 幾部份都可以不同 又或者是人家玩得專業一點 一個節目 一至五萬播 每一晚都玩不同的東西 但由於無線沒有這樣的空間 所以就堆同一日做 堆同一日做 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 你又要假裝Live 有些Live 有些又不Live 這樣 好了 那你原本這個節目推出來的時候 你就是說 我希望 培育一些幕後人員 可以懂得做Live 好了 現在播了四五集之後 不行啊 真的搞不定 要錄吧 有些東西 那你向上的心的堅持在哪裡呢 沒有的 然後那個節目 模仿 你又不夠別人ViuTV做得專業 OK 人家的新世紀福音戰士 對比起你的足球小將 你又找兩個人出來跑三十秒 穿著一件南國的波衣就扮完收工 人家新世紀福音戰士 喂 你看到製作多精美 好了 到表演 唉 表演的部分 真的 是的 是OK的 但你對比起大陸和台灣 人家一群通貢藝員 是自己想武部 自己想劇本 自己想趣劇的對白 自己想那個叫梗 木字 庚字 爆點在哪裡 創作是由別人自己去 引擎那部分十五分鐘 當然會令到那一群通貢藝員 或者是那一群幕後的PA 有所成長 但你又不是為了穩陣 大家出來都是跟我們排舞師 跳拍舞算了 開開心心 嘿嘿 唷 收工 耶 大家給點掌聲 喂 大哥 沒有啊 你感覺不到那種熱血 好了 遊戲 遊戲 也算是OK的 但是 如果你要玩遊戲 不如你正正經經開掌門人吧 可能我們這些喜歡看球的 是不是 看身材的 又看一些交流 扔蛋糕 吃辣壽司的那些 那些童年回憶 我都可能給你一兩點收視 對不對 我覺得 預期你要搞到四不像 我倒不如你開掌門人 我開心一點 起碼我知道那些東西是什麼 對不對 起碼我知道裡面有什麼看 雖然都是那些老了的女兒 都是蛇絲曼 湯瑩瑩那些 但是起碼我都知道 我預期我有什麼看 對不對 好了 到清談節目 我剛才說過台灣 可以一次過說45分鐘 你又不是 說完10分鐘之後 我們下一部分回來 就怎樣怎樣怎樣 到喉都不到廢 那你說什麼 又沒有爆點又沒有東西 就是其實 主持你又過多 人多你又混亂 然後那些節目鋪排又不夠實 正 那你這個開心大眾藝的主 重點的核心在哪裡呢 比起以前歡樂今宵更加沒有核心 以前歡樂今宵我都肯定 哎呦 起碼我有幸運星看啊 我有歡樂卡看啊 我有季節看啊 是不是 喂 喂 但是我現在我真的 有多嘴街看啊 但是現在這個 我真的 expect不到 每一集有些什麼看啊 大哥 即是你不是 expect不到 有些什麼看我就 我就沒有追看性 你看ERROR 我也 expect不到下集什麼看 但是我想去看嘛 但是這集是 你那些items 是沒有令到我想去看的衝動啊 你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嘛 那所以哎呦 這個開心大眾藝都是盡快接著 你重開掌門人好人過啦 我真的 我浪費四十五分鐘看啊 你扔蛋糕吃辣壽司啊 玩一下馬拉松 玩一下打乒乓波 我都總好過你 我不知道現在看這個開心大眾藝 你有什麼核心了OK 那所以來說 無線這個所謂的 中藝大改革頭一炮呢 九個節目只有兩個節目 是照抄自己而成功之外呢 其餘七個在一個角度來說 都是不成功的 完全沒有爆點 雙方人的ERROR 三個禮拜 直捲香港 喂 真的這個 不是說什麼 如果你無線 你身為一個大台 你是應該要考慮 跳出框框的了 你現在不止 在流失著年輕的觀眾 你連那群C-Line都在流失著 就是 不知道誰跟我說的 這個說話很對 我多謝這個Credit 我寧願你做回劉行經典五十年 起碼我老爸老母 還會聽一些舊歌 都會繼續 覺得這個節目有重心 有價值 繼續聽歌 現在看這個 開心大眾藝會 根本他不知道想看什麼 唉 唉 糟了糟了 半個小時 唉 真的 這樣又弄了我一集 但是都很開心 糟了 是不是 起碼 我每一個節目都跟大家說 我起碼看了十五分鐘 但我看了十五分鐘 應該糟了這麼多東西 是不是 但我看ERROR 我看了十五分鐘 我糟了不出東西 我只會哭 還有笑到爆 真的 人家有image 有heart 做件事 你無線 你告訴我每一個節目有什麼heart 除了尋人記 和崔劍邦那個 是想你了解回以前的事 有些教育熱議 每天媽媽聲 是想你 知道老母的想法 故且這三個叫做有image 其餘那些 勁歌金曲 《聲夢傳言》 《聲夢傳言》 演鬥廳 《聲夢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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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知道你想怎樣 真的沒有做一個 中藝節目的遊客 以前的掌門人 是很簡單 大家看看阿波 Kiki卡卡 四十五分鐘 我們下班玩到很醜 大家 用一些 癡癡癡癡癡癡的 去過一個星期日 很開心地下班 這也算是有個環環 但是現在 現在真的沒有範圍了 改進一下 接下來的那批節目 不要說那麼多 第一部分 開回運財之勢 開回超級無敵掌門人 反正要抄自己 這些節目起碼我們知道你想怎樣 所以 先不先不先 編劇組 努力一點好嗎? 這一集的綜藝傾就到了這裡 都吊了半小時了 還是要重投RF的工作 下一集 講一些開心的事情 去台灣 真是講台灣綜藝 下一集 綜藝三國之見 人家同樣都是九個主持 為什麼人家可以做得那麼好? 下一集和大家探討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有事 有事